我們先跟進一下2016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誰屬 最後一輪投票會由巴西李若熱愛勞 和西班牙馬德里爭奪主辦權 半小時後就會宣佈結果 原本被視為熱門的美國芝加哥 在第一輪投票之中爆冷出局 由於沒有候選城市獲得九十幾個委員之中過半支持 就要舉行第二輪投票 在第二輪投票之中同樣亦沒有單一城市 是得過半支持的 這輪得票最少的東京就要出局了 現在就剩下李若熱愛勞和馬德里勁組 巴西爭取奧運第一次在南美洲舉行 而西班牙就在奧委會前主席 薩馬蘭奇的拉票之下獲得不少支持 芝加哥身扮奧運大熱賭組 還要在首輪就被淘汰出局了 在芝加哥很多支持者都感到非常詫異 覺得是難以置信 多人都難掩失望 神情落幕 國際奧委會稍後就會公布投票結果 到時新聞台會直播 在芝加哥